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经济的下息压力在增大 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 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在增长 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的困难和挑战 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 有针对性的加大了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 总体而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